当然同事也来关心 有个毒品还有 窃到前科的苏姓男子 他之前跟三峡 一处的槟榔摊的老板 起了纠纷 昨天晚上呢 他登门冲去找人家 找老板要来理论 结果发现找了半天 对方根本不在呀 找不到人 而且还被对方的店狗 给狂叫狂吠 他越想越气耶 居然呢气到 直接恐吓人家无辜的店员 还狂踹狗狗 还拿玉藏的柴刀挥砍 克林康在那闸店发疯 男子事后被捕了 做完笔路返家路上 就遇上了被害店家的友人 好了这下呢 狭路相逢惨了 反正七个人围殴打声 白衣男子拿着柴刀狠杂 冰浪摊把柏林门通通敲碎 还大喇喇走进店内狠杂 只见店内早已空无一人 因为不久前 男子闯进店内 先对恶霸犬店狗叫骂 还频频出交猛踹 接着恐吓女店员后 回一刀砸店 店员吓坏赶紧逃跑报案 事发就在新北市三峡区 这间檳榔滩 勤勉玻璃垂碎 被食虐的店狗也吓到皮皮刹 原来成胸痘狠的苏喜男子 一次喊檳榔滩老板有纠纷 20号晚上到店内找老板理论 发现对方不在 又遭店狗狂吹 起得拿出玉藏柴刀 灰砍砸店 但是后男子被逮才刚离开派出所 却换自己遭殃 一群男子围着苏喜男子痛殴 槟榔滩老板的朋友 冲上前对他拳打脚踢 导致苏喜男子全身夺处 查丑伤 苏喜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苏喜男子上一刻凶狠砸店 下一秒却惨被围殴变成被害人 而檳榔滩老板翻成加害人 双方角色互换 不管纠纷其因为何 统统都得吃上行则 记者杨洁张贝兹采付 天地不容说被揍了啦 永保安科说 比特犬说不发威把我当病猫吗 路过流亡很生气 说找不到人怎么拿狗狗出气呢 真是太可恶了 没错真是怎么 母汤母汤这样不行 另外呢还来看台南这位大楼租客 指控被大楼的主委擅自 消磁大门的遥控器 所以他按了半天 遥控了半天 打不开进不去啊 结果在门口不止呢 进不去还被堵住 堵被堵人 然后还被揍被狂K被殴打 连他70岁的老妈妈都不放过 报个警也没人来处理 没有用警方在场还被当塑胶 租客被管委会成员呢 掐脖子踹头 租客哭着说 明明都有付租金啊 有家归不得 真的是身心俱疲 白衣民众冲上前 疑似掐住住户脖子 另外一人再踹一脚 另一边也失控开打 警方仿佛被当塑胶 场面大失控 最后通通被上铐 长期就是 比如说用暴力威胁我们啊 或者是有给其他住户 就是年快干啊 其实大家都很怕他们 主委疑似找理由 说租客打电梯太多造成故障 擅自将遥控器消辞 租客报警提告强制罪 结果在门口遭赌为殴 质疑主委为了收购房子 找租客麻烦 跟房东求助嘛 房东就去赶我啊 说是监委 监委他们不接电话啊 不处理啊 你看 大楼主委电话没接 住户加码爆料 管委会疑似不只率重打人 还怒砸别人的车 手持球棒从挡风玻璃砸出两个大洞 网友傻眼 警察在场还敢动手打人 可以罢免主委吧 台南果然是黑道之都 70岁也打真没良心 警方难管假午事 可能要闹大才会管 发生大楼管理问题 而发生口角纠纷 进而发生打架情事 不少人劝说要住户干脆 别住了快搬家 被打到全身上 心中阴影挥不去 肯定住的屁屁错 只有来关张台南报道 行政院小宝处啊 连续两年结合了好多好多申诉 都是有关于交友相关的消费纠纷 而且里头告诉大家 婚友社占了高达九场 这么多 但到底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呢 其实告诉大家 不是因为介绍对象不够好 反而是因为收费钱 退费的问题最多争议 金额高达了30万 直就原因小宝处发现 其实很多的婚友社会联合融资公司 你没钱没关系 你融资一下邀请会员 缴大笔钱来入会 成为他的会员 但结果呢 这最后付不出钱嘛 就衍生了很多的纠纷 不少单身男女会选择婚友社 作为认识异性方式 但消宝处调查结果很惊人 九车以上交友相关消费纠纷 来自婚友社 消宝处连续两年 接获超过300件消费纠纷 最大宗争议来自会被退款 第二个女生聊没几句就不跟我聊 第三个女生是卖保养品的 都是他们内定公司内定好的 像是这样会员不满意服务后 要求退费 没想到当初签下合约时 不少婚友社早就联合资融公司 要求民众签下利息高达16%的 空白本票 同期又有九成以上都是男性受害 争议金额更高达30万 但是对方跟他说 你只要付1000块定金 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联谊活动 可是他已经超过那个审阅期 签约了 然后他会同时有一个陷阱 就是说比如说他会同时 叫你启动所有的服务 追究原因可能是消费者 不清楚合约内容 消宝处追查发现 15间婚友社内就有两间婚友社 以定型化契约 使消费者抛弃审阅期 更有8间直接不提供审阅期 全都不合格 消宝法是有规定的 说你如果说不给予审阅期的话 对不对 那你那个条款是无效 7月还有消防监管安全 统计起来15间 就只有台南一间婚友社 统计合格 除了限期改善外 消宝处也提醒消费者 务必睁大眼睛 记者周天杰王一婷 特别报道 好眼睛要放亮 不要被骗钱了 另外还来关系的是今年2月 这亚裕金牌国手陈于安 在前往义务交血的路上 离人带车 摔尽了桃云市府污水下水道工厂 围篱内的工作井中 不幸意外死亡 家属认为桃云市府 你们没有善尽公安督导责任 今天委任律师向市府提出国赔 要求5200万人的赔偿 目前最新的这个市长呢 张善震就说会请厂商 厘清责任归属 如果错在厂商 会请他们负责到底 另外之前中立分局远警 对女老师大外哥这一案件呢 女老师也请律师向中立分局请求200万元国赔 目前张善震也表示说 警局有国赔审议的机制 会按照常序来送去审核 并不会回避 好大家一大早上班时间啊 这次发生了恐怖的意外 你看看 哇真的太危险 高雄三明区一辆进口轿车 驾驶没有注意到路口的号汁 已经变成了红灯 闯过去硬闯啊 蓝腰撞上绿灯刚起步的两台的autobi 那其中一位女骑士不断的旋转一撞 不断的转撞到了挡风玻璃 然后又划上了车顶 最后甩飞出去哦 这个好险之受到轻伤到非常危险 另外在屏东的房辽 两台重机追逐 骑士往前滚了一大圈 最后呢坐在地上一路滑行路过去 这个动作简直像电影一样 最后居然是完美落地 大马路十字路口执行方向 号制变红灯 车辆纷纷停下 偏偏这辆进口轿车继续往前开 左边方向两台机车绿灯刚起步 立刻被轿车拦腰撞上 其中一名女骑士 撞到挡风玻璃 身体不断旋转 最后滑上车顶再被甩飞 重重摔到地上 车祸发生在高雄三明区 鼎立顶近路口 八点多上班时间车流量大 好险当时车速不快 女骑士清窗送医 肇事驾驶之道 闯祸了十分懊恼 另一起车祸 则是在屏东方辽乡 省到大马路上 重机车友转弯过路口 前方车辆突然减速 遭到后方同行车友追撞 骑士瞬间重心不稳 身体往前喷 打滚一圈后 正面一屁股坐在地上 完美落地 不知道怎样第四台的重机 就忽然刹车 然后导致了第五台的重机 就忽然跟他相撞了 重机骑士立刻站起来 跑过去把车扶好 其他三名车友也绕回来查看 好减骑士有穿防护衣 几乎毫发无伤 人好像因为都穿得蛮厚的 我觉得人还没怎么样 人没受伤 但重机被挂花 还要进一步检查 车头是否因为撞击 有损伤 修起来也是一笔钱 记者张初华王书宏屏东高雄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